哎呀 哎 哎 爸 醒醒醒 哎呦 几点了 醒醒 上午十点了 啊 十点了 啊 我们在这睡了一晚上 是啊 完了完了完了 昨天晚上一晚上 你姑娘给我打了七十八个便包 我没接着 咋办 快看看你的 我昨天没带手机 昨儿 我叫你少喝点少喝点 你就是不听 这下怎么办 如果你妈要知道了 那我这个家都回不去了 爸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昨晚上是你不想走的 是不是 不要跟我那几个女同事一绝爆下的 你这现在冤我 你女儿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么多电话我没接 她不得打死我呀 又来了 又来了 你不能接 爸 你这干啥 你赶紧去补账卡 你就说卡坏了 没法接电话 那昨天晚上 咱不回家这事咋办呀 你就说拉客户 实在不行 你就说 是我愣把你拉这来喝的酒 我想冷了 他也不会坏 那你咋办呀 我最对啊 让你妈妈进去 没什么事 我女儿和你刚结婚 如果因为这点小事 你们闹矛盾 多不好啊 亲爸爸 谢了爸爸 还为我考虑你借 哎呀我借 你闻闻你这一身的香水味 赶紧把衣服脱了戈包里 赶紧去补个卡 我就先回去了 行 爸 你先回去 我补完考虑马上回来了啊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说 昨晚上去哪儿了 电话也不接 老婆 是这样 昨天晚上我陪了一起 有一客户啊 老累了 电话卡坏了我都不知道 今天一大早 我就去补卡去了 你看 这是我补办的电话卡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编 昨天我看见他进的KTV 我的手机也没在 我就悄悄跟他进去 我监视着他一夜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他把手机卡弄坏了 我一猜就知道 他在编手机卡坏了的理由 你真的是监视他一夜 哎呀千真万确 看你有功的份上 就算了 以后再也不归宿 看我这么收拾你 爸 昨天晚上去KTV 可是你拉着我去呢 你看你看 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策略 拉我下水 可不太这么无限人啊 你们要是不相信 打开他的包 怎么才是女人的小手啊 我 我就 哎呀哎呀 现在吧 爸 你说实话 爸 爸 你说实话 爸 哎呀 嘘嘘嘘嘘 短 陈祥六点半